那再来的话我想要跟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书本里面我看你还有提到说 你把这个原子习惯的这个方法 你有用在教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然后你帮学生取得了更好的学习啊 像是阅读的效果之类的 那你当初怎么会有这个灵感 想要把原子习惯用在这个教学的场所里面 那你是怎么用的 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在建立习惯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系统很好 然后我就很乐于把这个系统分享给我的学生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 那不然我来上课使用看看 所以我就是进教室的时间我就会用提示 所以我每次都会给他们 就是进行一个培佑老师的那个专注力30秒 所以我每次一进教室就跟他们说 我终身都作废啊 其实今天我们的专注力30秒就是我们上课的仪式感 所以我就觉得说过去终身存在意义是什么 就是提醒我们就是一个上课的仪式感 可是现在大家听到终身可能都习以为常 而且可能还都还在聊天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我自己来做一个提示 就是养一个学习的场域这样 然后学生好像还蛮喜欢这样的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期待说 今天老师要用什么三身法 还是老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决助我们的目光 然后让我们可以转心 那第二个可能我就会送他们每个人 就是文具 就是那时候我找到一套 就是日本的那个笔记 然后是搭配了就是说 这些商务高阶人员 他们都有一套很厉害的自己做笔记的方法 然后我就跟学生说 我们考的怎么样不重要哦 可是我们要好好地去记录我们学习的过程 那我们有在意你们记得多还是少 而是在这四五十分钟里面 你们可以一天学一个概念 或是三个觉得老师讲话很重要 我觉得就很好了 因为我们是在做持续累积的功夫 所以我也跳脱过去说 学生要把我商课的东西全部复制 然后打包 然后要写得多么漂亮这件事的那种迷思 我反而就是说给他一个 就是这种互相同才的吸引力 大家都拥有一本很精美的笔记本 然后我就教他们 就是五种笔的这个就是画筑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搭配笔记 一个书中有讲 就是五色笔的这个做笔记的方法 对 所以他们每个人拿到一个笔记 然后又拿开始又拿到就是五色笔 他们就觉得蛮新鲜的 就觉得做笔记真的是好像蛮有吸引力的 然后我们又会常常就是让大家互相分享 彼此的笔记 然后就是让它变得更简单 就是我没有任何任何的规范 也没有任何的屏障 我觉得能够帮自己写下来 一些上课的实录 对老师都是一个祝福 也是对自己生命里面一个很好的 一种学习上的一种展示 就是可以给爸爸妈妈看 我上课其实蛮认真 再加上可能有高中的学习历程档案 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就有很多跟我的对话 所以这件事就变得很简单又很有吸引力 比如说有一个学生要读建筑系 他就会突然问我说 老师如果我在《红楼梦》这篇课文里 你觉得我要做怎样的笔记 你会觉得说我可以上传你的笔记 因为你的笔记我都写得很漂亮 可是如果要吸引建筑系的老师 我就很高兴他有这个行动跟对话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康安的笔记的方式 就是说你最后想要问老师什么问题 或是想在学习之后问什么问题 那我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想一件事 如果你要帮里面的十二精彩 就是帮他们做一个未来他们可以工作的 那个建筑的那个建筑 你想要做怎样 然后你觉得谁可以适合开什么店 他帮林大域就是说他要帮他开书店 然后要帮他开个日式书店 我觉得他很厉害 我就说对啊 因为他一个女生 他的书房比杂宝玉更像男生读书的一个书宰 我就说他女生很厉害 所以我们俩就这样讨论 然后他把它画出来 然后后来他还去买一些3D 就是在做这个建筑模型的东西 后来展示给我看 我觉得好感动哦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会让我觉得 让随手做 然后最后奖励就是 其实我都会一直 当然有一个诱因就是他们未来的升学需要 可是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是 我们内在在学语文这件事变得好玩 又变得有用 然后我也跟他们说 其实笔记写得好 你真的不需要考太多的事 因为你已经把知识转化了 这是老师更可喜的事 所以其实真正的奖励是在我身上 就是他们成长很多 所以这套系统就让我自己在 我自己的语文教学就是有很大的改变 然后在整体学校推阅读 就是我们学校目前正在做的成间阅读 所以我觉得礼拜一不要考试 不要羞辱学生学习这件事 所以我们就放糖的音乐 然后提醒学生说 来学校你就好好的来读一本书 所以就用他的提示 然后吸引力就是老师也不要骂同学 也不要做别的事 老师自己要读书啊 然后老师要告诉同学 我现在正在读什么书 怎么可以只有学生读呢 这跟老师沟通了很久了 老师后来都有接受 然后就很简单 十分钟来了 我不要读也可以 我不要读也可以 就是一个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有时候阅读的成光 不一定一定读 所以有时候跟自己对话 不可以吗 说说话也很好 沉淀下来 最后的奖励就是 老师班会课常常都拿来考试 或做别的事 我就说我们来办一个说书 就是说说看我们成光累积那么多的 呃这些呃阅读的记录 然后到底最有收获是什么 我们来展示这件事 我们来跟全校三千人 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自己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成光阅读 到底我们获得了哪些内在的快乐 当然我们也有实质鼓励学生 然后给他们图书礼卷啊 然后或者是呃给他们呃 请他们到成会去跟大家分享 那十分钟对他的意义 那我觉得其实这套系统就会在我的教学 跟推呃学校阅读用很简单的方式 有看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氛围的改变 嗯因为在书里面 其实你就提到了你怎么把这个步骤 原则习惯的步骤 你怎么样具体的分门别类 然后放到不同的这个环节 你刚讲的很多环节 怎么样他去使用 然后帮学生啊 其实也帮自己也养成了 可能你也帮其他的老师 也一起养成了这种习惯 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OK那节目今天就到这边 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听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处金句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听众朋友 前阵子我完全被一本小说给吸引住 他引人入胜的剧情会让人手不试卷 再读一张再读一张 结果我就读到凌晨了 那欢迎你前往另外一本说书 不便利的便利店 这本小说在讲的是 在韩国首尔有一家 平凡无奇的街角 上面有一家隐藏的便利商店 那看似普通却充满神秘感 快点去看一下这本说书一谈究竟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